地獄塔的五、六層 哈囉大家好 我是翁萊 今天我們要來打地獄塔的五、六層 那地獄塔的第五層呢我用了只有二星而已 因為這個三星打起來會比較辛苦一點 有這個提升功調 那我們就直接先用二星通關 反正呢我們到最後加總起來有二十顆星 就達到我做地獄塔的一開始的初衷了 那順帶一提啊我明天開台時間應該會比較晚一點 所以我明天晚上的六點應該也會上一部 也就是最後一部的這個七週年的自選 那我會最後再把這個RTA跟競技場順便一起把他給講完 好啦 那我們就很快來看一下這個地獄塔的第五層 第五層的三星通關條件呢是 免疫所有的技能冷卻以及被攻擊的時候呢 會增加攻擊條15% 那這邊呢我沒有勾選受傷害增加攻擊條這一項 因為我們這個陣容啊我沒有帶上補血角 因為我把這個攻擊條給勾掉了 所以我們的控場上就會比較強勢一點 但在第一關喔其實不好控喔 因為在第一關的時候有這個水派 水派在經過改版之後 基本上我們水晶是完全不能去控他 因為只要一控他 除了他會立即獲得回合以外 他還會直接敲過來各敲水晶兩下 基本上會非常非常的危險 那這個地方呢我就直接 開場的時候我們先集中先收水派就對了 那過程當中水精靈千萬記得 絕對不能用三技能 因為我帶來的這個陣容是水晶火格 風速是光卡無格跟暗翼變 我又沒有帶補血角了 只要控場夠強勢的情況下 是可以不用帶補血角 但要記得因為水派的三技能的關係 加上因為我們把這個免疫技能冷卻給勾起來了 所以這個暗翼變是沒有辦法冷卻掉水派的三技的 也就是說我們在水派死掉之前啊 只要用三技 只要水精靈三技丟下去 那基本上對面的這個水派一定會反過來敲我們水精靈兩下 而且很高機會敲到半血或更少的時候 他們又會在激活水精靈就會直接結束 所以這個地方喔 因為我們帶了風速師 風速師的三技能有洗CDM能力 然後呢這個水精靈的二技也有很強的退調能力 搭配上暗翼變的三技能就可以很穩定的去控制攻擊條 那只要把這個水派收掉之後 後面因為光金石鬥士 就是完全是可以給水精控住的 所以我們就直接控到底就可以結束了 那重點就在水派的處理上要比較小心一點 接下來呢我們就準備進入到第二小關 然後第二小關是兩隻光鬼舞者跟三隻水鬼舞者 我們一進關的時候 我看到光鬼舞者第一個反應是 哭啊要被反死了 但後來想一想 光鬼舞者啊 他只是 他只是被打血量不夠四分之一的時候 他會反擊而已 他並不是不能控的喔 也就是說呢我們只要把光鬼舞者 給冰住之後 水精靈開場先三技 然後 再讓我們的風速式三技丟下去 攻條歸零 然後從頭到尾就讓光鬼舞者的攻擊條 零到底 對就歸零歸到底就對了 只要光鬼舞者不會反擊 那我們就完全不用害怕 那如果光鬼舞者一旦他沒有被冰住的時候呢 千萬就不要亂動 就是你不要亂用群攻技能 就是等到水精靈有三技 再去把他冰住 再打 那如果真的不信 你的水精靈在某一次沒有控住被反擊了 倒了 那就 就任命嘛 就再打一次 但是通常呢 我們有水精靈的二技 只要冰住之後 水精靈的二技 火格的三技 風速式的二三技 還有光卡烏格 都是可以穩穩的去控住攻條的 那光卡烏格這邊 尤其注意 光卡烏格一定是先挑選這個 最優先的是快要動的光鬼舞者 第二個是即將要動的水鬼舞者 這樣子的順序喔 那基本上第二層是完全不能給對面的光鬼 光鬼跟水鬼給動到 只要動到幾乎都是直接等於登出啦 尤其水鬼舞者疊滿25層 只有地獄塔的25層 那個傷害量是一個非常非常殘酷 非常無情的 那只要可以控到底 在控場的時候有一個小小的一個技巧 就是水鬼舞者你可以讓他沒有冰凍狀態沒關係 我們還是可以靠著控攻條讓他不要動 然後再讓水精靈下一次的三技能 丟下來然後把他動住 但光鬼舞者是完全不能讓他解除冰凍 只要他解除冰凍就會有危險 因為我們只要他解除冰凍 代表我所有的群攻技 除了水精靈的三技能以外 都不能使用 一用他就會反擊 所以這個地方在控場上 光鬼舞者的攻擊條絕對是最優先的 只要可以控得住 一路上打到底就好了 只是打水鬼舞者可能會比較久 因為火格的屬性關係會打比較久 那我們就慢慢打 慢慢磨到過就對了 那基本上第二層就可以這樣順利通關了 然後就到了王冠的部分 王冠是這個風屬性的風術士 因為屬性的關係 風術士其實打的會比較快一點點 只是記得風術士 他的三技能是只要我們使用任何有冷卻技能他會提升攻條 但是他本人的傷害其實還可以 尤其他的二技能這個壓制狀態 雖然可以對我方使用這個有技能冷卻的技能的時候 會立刻減少50%的血量 但我們不用怕 因為他的右邊的暗衣跟暗息血鬼 基本上我們可以從頭控到底 那如果你不能控到底就是揮斑車 對 完全很簡單 他剩下的四隻小兵很好控 但是除了好控以外 也不能讓他小怪動到 因為讓他小怪動到基本上我們也會直接翻車 那有這個風術士的三技能的退條 跟三技能也可以洗一個一合二的CD 可以稍微在使用上 抓準風格剛用完二技之後 風術士再用三技 這時候下一次輪到火格洞的時候 又可以再丟一次二技 可以增加他丟二技的頻率 那只要就是 可以讓風陰陽動到 那只要他不要用一技把你打死的話 他二技能壓制是 雖然扣50%扣的很多 但是不會直接致死的 好啦 那第五層 雙二星通關就已經通過了 那就準備來看這個第六層了 第六層我們用了 我們就可以三星通關了 第六層比較簡單 一丟丟 第六層大家應該也不會陌生 就是這個光貓貓 還記得幾個月以前的光貓貓 那時候我的符文沒有配置好 讓光貓貓限動 所以我打起來很辛苦 光貓啊他的被動 不是被動 他的二技能跟三技能有一點蠻麻煩 就是他的二技能 只要進入冷卻的時候傷害會減少 所以打起來會比較慢一點點 我們現在很快看一下光貓貓的三星通關條件 是這個爆傷增加200% 以及限制弱化效果一回合 那因為有爆傷增加200% 所以其實我們的雙格初級 寸草不生 是非常非常的快速的 那我們的一樓 是這個火海道跟風海道 那風海道因為屬性的關係 水晶嶺比較難控一點 所以這邊強烈的優先建議 先讓你的雙格 把風海道給收掉 那剩下的火格比較好控 雖然說限制弱化效果只有一回合 但是水晶嶺還是可以靠著冰凍 去控住 讓這個火海道有一回合是不能行動的 那第一關就就這樣子順利通關了 因為200%的爆傷是真的打得非常非常的快 那到了第二關是這個火格風格跟水旋情術士 說一句實在話的 我到現在還是不是很清楚水旋情術士會幹什麼啦 但是反正我的經驗就是 只要把火格跟風格給處理掉就結束了 旋情術士完全不用管他 這個地方風格會比較難處理一點 因為屬性的關係可能會比較難控 但打起來也會特別快 這邊我優先會先選擇打火格啦 其實就是看水晶嶺的3技丟下去 到底狀態如何 大家的攻擊條狀態到底怎麼樣 我通常就是選擇攻擊條比較少的 對是比較少的 為什麼 因為攻擊條比較多的 可能我也來不及限制他的行動 那我不如選擇攻擊條小的 讓他在下一次行動之前 看有沒有機會再利用爆傷200% 就直接先收掉他 就少一次傷害量 那我們這個隊伍喔 雖然說看似沒有什麼補血角 但光格的1技還是可以稍微的補一下 無不小補啦 尤其是像這個水晶嶺不小心被這風格搓一下搓一下的 稍微補一下 在有破防的情況下 跟爆傷200%的情況下 還是可以加減補回來的喔 好啦那最後呢 就到了王冠的地方 王冠的地方這個光貓 其實速度不算太慢 所以大家在佩服人的時候要記得 要讓光貓的速度稍微的 呃不是 要讓我們這個第一個的水晶嶺 或者是至少火格的速度 要稍微的快一點點 要跑的比光貓快 那只要光貓沒有辦法使用這個 被動2技能 傷害不會減少的情況下 其實我們就打得非常非常的快 那這個地方我在猶豫的是 要不要用3技轉 因為用3技轉下去之後 光貓在2技能進入冷卻之後 受到傷害會減半 但沒關係 反正我們雙格初擊還是打得非常非常的快的 那旁邊的那幾隻 呃火蜥喔 其實水晶嶺又非常好控 所以我們就從頭到尾 控到底 光貓就直接集火就好了 那在有 在光貓被控住 呃 破防控住的情況下 其實他也不太能動 就算他真的攻擊好了啦 應該也是打不死我們的 暗逸變的 因為在有降攻又有未命中的情況下 而且我們還有最強的單體控場角色 就是光卡烏格 只要光卡烏格跟水晶嶺出場的時候 如果你只想讓一隻魔靈不能動 基本上是輕而易舉的事情 好啦 那以上呢就是這一次的 這個地獄塔的5、6層喔 那我們到現在為止呢 也累積了大家多少啊 15、16、17顆星星了喔 好啦 那最後老規矩喔 就是符文的部分就留到最後面給大家做參考 那影片就到這個地方告一個段落 那明天還會再上一部最後的RTA的 這個七週年角色池的選擇 那就我們明天見囉 大家 掰 請問到這裡 打謝謝大家 我們有幾個月的 我要 再次 拜託 我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